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現在我們現貴151顆 現在我們要來研究就是那個天子類別這樣 這個天子類別我們現在來看 我們現在頭上這樣起來到最小 分成五種這樣 這個五種第一叫做人中天 這個人中天 我現在要講這個 因為這個人中天 所省天 正幾天 禮天 第一幾天 現在這個有包括民相和心心和心境 人的這個 這是我們天的名相和心境 譬如說這個人中天 人中天 這句人中天 怎麼可以叫做人上人 怎麼可以這樣說 那麼人中天這個話 跟人上人 人上人跟人中天含有一個類似 譬如說我們人間罪行的意思 譬如說在這個人中 譬如說官委下 官委下譬如說做總統 或是說以前叫做皇帝 那麼這個總統和皇帝這類的 就是我們這個官委的人 拿來當時叫做天王 天王 我們哪有一個叫做蘇天王 就是這個所省天的問題 但是人的皇帝清為天主 這個就是人間中的官委者 那如果是人上人 這句話就是以道德說的 或是以人間的官委者 怎麼可以清人上人 不過他記得 皇帝清為天主就要明君 才叫做天主 那如果分君呢 分君 如果空主和平斷就叫做佩服了 你了解嗎 當初這個長王 去給母王拍賭 那現在人家就問空主了 這樣就是 心過君了 為什麼你當母王 本來是人人身在 是世紀一個國土給你去統治 那你是怎麼用這個君馬 會珠荷來打入這個條歌 晚上就打到求長王 拍到長王後 當時有一個古德軍的兒子 叫做佩服了很多 兩個人不客氣 說我今天 這個天下一旦到酒 夾集獎 那麼他不想吃酒的美女 所以這兩個人不客氣 還在山上人 那麼這個問題 剛才產生兩個意思 有一個人 說佩服了很多 他說哪有說 他救人 佩服了 這人問空主 說救人 佩服了 現在他就問佩服了很多 他說沒有 佩服了很多 救人 佩服了很多 這有這個歷史論記 裡面有一段記載 另外還有一段記載是說 武王是神 長王是君 你今天是神法君 這樣就叫做劇 判劇的劇 統武主 說不是神法君 是神法佩服這樣 你明白嗎 他主動這個長王都說佩服 他說武王沒有做 所以我說 如果是分君 就不可以叫做天主 因為天主是什麼 受天自明 日官 日官 日人間 這個叫做天主 譬如說妖孫 悟通 這位 這個才可以請天主 那如果是說你今天來到這個世間 裡面要佩服什麼做 有一個官委就要佩服 民家 民宿 那麼這個不能請天主 這個請佩服 這個一定要分別的好事 那麼這句話就叫做人中天 那如果佩服就叫做天中天 佩服就天中天 性中性 那也可以成人上人 這是法界中最偉大性人 有這幾種名詞 人上人 天中天 性中性 就是說法界中最偉大 中性最偉大叫做人上人 那麼 宿性中最偉大叫做性中性 還有公民 還有公民 那個叫做天中天 公民 他又公民 公民跟究竟 所以叫做天中天 這是佩服 所以這個就有類別 那麼第二叫做蘇生天 這個蘇生天 就是說 六道中的天 六道中的天 就是六街 七街跟六街 但是最偉大就是蘇翁天 這個靠近後面更好 那個世界最偉大叫做蘇生天 就是最偉大叫做蘇生蘇蘇天 那麼這個就分六街六天 那世界樹山十八天 那無世界樹空天 這個就眾生修興 這個叫做蘇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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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這個就是什麼 我們再說的這個人道和天道 人道與天道 那麼第三 政天也叫做政基天 這個政基天 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 短情煩鬧 然後再來 已經青青無果 會三生生人所幾天 應該這句話 我們可以叫做二生生人 二生生人 譬如說 今天我們反覆是 充滿煩惱 內飾充滿有的 會堅固 那你今天如果是要住宅 已經可以添化內生 可以全獨煩惱 添化內生 那麼青青無果 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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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這個政基天 在哪裡 我哪跟您說 這個 這個 誒 這個 就是 基在這個素餐 好 素餐 是 是 渚 脂痛 十字 十字 istes 十字 三 天 東 五 五 六 六 四三有三天 四三有九天 我現在跟你們說一下 這個九天裡面有一個八天 還有正幾天 這個要跟你們說清楚 譬如說有的人去問說 到底有六行跟百姿在哪裡 六行跟百姿分 住在哪裡 這個 這個 四三十八天 有真正解脫的就是無凡天 這個有真正解脫的 無凡天 無熱天 這個是生人多大世界 無熱天 還有這個 對 先見天 還有 先見天 還有 石九經天 還有石九經天 石九經天 那麼這個叫做正幾天 這五天 另外一個名叫做五不換天 這五天 這五天 就是 這五天 就是 這五天 是充滿煩惱 那 無熱天 就是 無熱天 就是 我們人 反正如果有一點事情 都會這樣很艱苦 不過 這種 警戒就是 你在反食中 你有一點事情 已經不艱苦 無熱天 還有 先 已經 先 已經 就是說 就是說 我們人 那個公明 無熱天 已經公明 所以 由他個人的警戒 才 住這五天 還有石九經天 那麼這五天 叫做正幾天 但是 那裡面還有一個 什麼呢 那個 石九經天 還有一個 叫做無雄天 公歌天 福愛天 還有福生天 這四天 就無究竟 五 九天的中間 還有一個 叫做 一個福生天 福愛天 還有公歌天 還有無雄天 無雄天 無雄天是 外島天 外島 收那個情情 斷渡忘念 到要去 這就有一個分辨 我們了解 來 這個有什麼叫做天 正幾天 那麼 第四叫做 愚天 那麼這個愚天 是什麼 就說 靈悟靈戒 靈悟靈戒 什麼 大生清晰 那麼這靈悟靈戒 大生清晰 這個就是什麼 如果靈戒 大生清晰 那就是十足菩薩 十足菩薩 叫做靈悟 靈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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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 但是是了解 那個無雄天 了解無雄天 那個 十足醫生 就能靈戒了解 有的十足醫生 就能靈戒了 那麼 靈悟 就是叫做粗粒了 靈悟就是叫做粗粒了 靈悟就叫做粗粒 已經有無雄天 那個 所以那個醫生的菩薩 蘇幾天 那麼這個菩薩 蘇幾天 這個叫做粗粒 也叫做 靈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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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修的方法就是分,所情的究竟在那裡。 所以這個叫做什麼? 我們就叫做心境。 那就是死。 心佛中生三無差別,相亦不變,會追尊這樣。 也叫做非生非素之,真如主性。 這個叫做第一語天,也叫做第一語天。 這個就不一樣。 所以這是天日有名相、名相、境界和心境, 全部都會形成。 譬如說天就叫做公明,這樣就是結構心境。 天也可以說六億天,這樣就是他們的善佛所大的世界。 所以這個未必就是跟我們說這樣。 好。 佛的究竟第一語天,所以佛叫做生中生、天中天、人相人。 這個就能這樣分成。 那麼這個,我們現在還要注意一下。 六道中的天道。 六道中的天道裡面分成九地。 這個我們要知道一下。 譬如說,六界有幾地、二界有幾地、三界有幾地。 這個我們要知道一下。 我現在跟大家跟大家簡單說明一下。 因為今天我們有這個問題,如果沒有徹底了解。 譬如說這個六界有九地、三界有九地。 三界有九地,你們看得好。 因為這個就是天道三界。 包括天道的天。 這個有六界有一地。 六界一地。 七界無七界國數地。 那麼這個六界有一個叫做五處十幾地。 這個五處十幾地。 這個五處的地,特性有幾人和天。 這個有一地。 這樣了解嗎? 那麼這個五處十幾地。 這個就是五處的中生。 五處有五種幸福的中生所大的一地。 就是有陰影和失影。 因為陰影和失影,比較做一切。 做一切。 所以在五處、天鑽、生死、淪迴。 所以我們一定要斷陰影。 這一點要注意。 因為有陰影。 我們頭上有說過有陰影,就有生死了。 你如果失影如強,就對五處十幾地。 你自己是否要貪圖地擅長的位。 失影中的位。 失影中的位子。 當然像你在這個五處境,你就準備調理。 這樣就在失影中的位子。 因為你的鄉有的鄉有的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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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 那如果欲心比較補的人,就比較有善良 因為你不會貪,不會貪就比較不會作業 所以隨時不會貪來講,你會減生天上人間 這個就是十八行人說的 佛道說由柔種生,所有的剖生,就是各種是意欲為本 就是食欲和食欲,這樣了解嗎? 這個一堆,你知道嗎? 這個一堆 如果這個有食欲,所以欲帶來抵天人,還有南路會高配這樣 這樣了解嗎? 但是呢,食欲和土壘天的欲比較強 不像我們人間比較強,但是比我們比較多 現在又一堆一堆,又比較蓬勢 這個待會再說 那麼這個,這樣叫做一堆 世界有數的就是這個素贓 現在這個有另外的分辨 另外的分辨,後面再分辨 再來就是這個無食欲,再有數天 數天數地 世界數天數地,欲帶五十幾個有一堆 這個是 所為所生天 那如果是天上的欲蓋、食欲、無食欲 天上欲蓋、食欲就是 我們眾生的這個顯佈天 這裡有給我們寫顯佈天 就是眾生輪迴六道 最省的這個隔佈天 就是這個天上 天上 所以分辨六欲天 跟十八三天 跟宿空天 這個就叫做顯佈天 所以這個分辨三千道 這樣了解 就是說 以六道來說 就是三億道跟對比就是三千道 三千道 因為我們有說過 那個修羅道雖然叫做顯道 但是其實是億道 那如果人間道雖然說顯道 不過貨到貨 都總是一瓶一瓶 好到貨一瓶一瓶 怎麼說好到貨 譬如說當分 你自己要吃 你又沒有人吃 要有人幫你吃 不過我們人 你如果願意賺就有錢吃 那你一項東西 要做幾項都隨便你做 這樣吧 什麼雞 三杯雞 什麼雞 這樣子有沒有 一隻雞就幾種吃 我看他就說 一隻多九種吃飯 一隻雞幾種吃飯 這個就是你的口用 你今天有錢吃 那動物你不能這樣 動物就說 你應該吃什麼就吃什麼 譬如說這個 肉很強烈的中間 大動物吃燒動物 那如果這個加金 加薑 加薑 這個人的 人家用飯 你也要吃飯 這樣好不好 你沒有十幾個不可以 你也是對那個很幸福 那如果糕了 有時候吃 你也吃到小聲 那了解嗎 這個就是說 你動物是隨你 還有一個這個 要去吃東西 那我們人就這樣 你要吃什麼就去吃什麼 去煮 去抬 去炒 這個就是有 這個在這個 這個福報中 還比動物比較好 不過 進步現場 我告訴你 你就有什麼叫別叫母 我們了解 阿娘有的阿爸有的 叫你念婦就不念 就念不出 就叫阿娘很好叫 就很痛苦 要叫你念母 這個叫人 這個叫人 半好半壞 你聽不懂 這個問題是這樣 現在我們來跟我們說 天都三解分別 這樣 現在我們來說六解六天 現在我們來說這個問題 齁 這個六解六天齁齁 第一 最低 叫做素天翁天 那麼來 第二就是頭裡天 第三也沒有天 這個第四倒數天 第五六變化天 那倒數天有分 就藍魚跟黃魚 黃魚 黃魚叫做福報天 黃魚叫做靜透 這個後面再說一下 每一頓分 要來這個人間性得 最後 一個人心要圓圓 一定要用倒數 鱗魚做播出 所以那個最後天 最後一個人心要大 那個世界 叫做靜透 那麼這個六變化天 塔化主宰天 這個叫做柳遊天 但塔化主宰天有兩天 一天叫做福報天 一天叫做天摩天 天摩這麼大 就是普遍這麼大的世界 齁 那麼這個就是 這個 這個所在就是 什麼 眾生修持十善業 十善業 所有成就的這個 鴿堡世界 這樣 但是十善業 因為有分作 上品 中品 下品 那是在下品裡面 就是在頭裡天 還有蘇田奉天 蘇田奉天 蘇田奉天齁 本來不免到十善業 都在座船 佛經裡面有記錄 如果你如果當災 當災收得好 還有奉生和救生 這三個事情 做的孫 蘇田奉 那裡就來跟你接人 了解齁 譬如說你今天有的人齁 就看到那個厄膏 這樣可憐 就把他抓去刺 這樣當然 這個是蘇田的一個祖先 人家破壁 去賓戶 去賓戶 看著地震 就趕快叫做這個 叫做救生 我們了解齁 這種的人 會選擇 蘇田奉天 他不可能 現在我所看的那個 飼料是說 一定要當災 這樣 了解嗎 還加當災 還可以奉生 這樣 這樣 這種的人 你可以去到蘇田奉天 這是說這樣 但是這個蘇田奉天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 為我們看到 那天 在蘇 叫做 浴戒第一天 和我們 這個蘇田奉州 比較接近 這樣 比較接近 叫做浴戒第一天 就是 基在蘇田奉的 這個半幽靈 蘇田奉 蘇田奉 現在 這個蘇田奉 我現在告訴他們 他們有的人 是說地球的蘇米山 這個蘇馬拉雅山 這個蘇馬拉雅山 還是 絕對不是 各位 確定不是 絕對不是 這樣 因為蘇米山 蘇米山 蘇米山的天上 叫做土里天 半幽 這個比較蘇田奉天 半幽的四周位 有蘇田奉州 有蘇田奉州的地球 共生神州 世武好州 和北有羅州 所以 可見的蘇米山 不是我們這個地球 的蘇馬拉雅山 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佛經裡面有紀錄 那個蘇田奉球 中間這個眾生的修靈 他不一樣 比如說 我們這個蘇田奉州 這個地球 首領現在 74歲 平均 平均 平均是74歲 比如說 那個蘇豬公 平均現在 剩26歲 尼泊爾 平均的首領剩50歲 這樣 地球總結了 平均年齡是74歲 我們知道嗎 這是我們南添佈州的中生的修靈 如果是北有羅州 現時是1000歲 東姓新州和西武好州 現時是300歲 後來是600歲 這樣可見的 這個蘇米山 絕對不是西馬來的山 齁 這點我可以把你競爭這樣 尤其是蘇米山的下面還有一個金山 這個我過去都跟你們說過 蘇天王天是比較接近一塊 蘇天有蘇四個國土 就是什麼呢 東方七國天王 叫做他的名 七國天王的名 叫做道路車 現在注意看 領建塔布跟 睡 跟鼻子 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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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半生半鬼 所以 你不知道我看那個廟人 有些小子 那我看得到 以前我去廟人也看得到 那叫做他的佈子 就是什麼佈子 就是這宿天王的佈子 所以這個什麼 領建塔布 建塔布 建塔布 建塔布的中一種是南西 這個建塔布南西 那個高神就是角神 這樣 好 到這個半鬼半生 這個神種 保護動性神酒的佈子 這樣 好 南西就叫南西補酒 南西補酒 啊 現在這個四國天王 是個保護動性神酒的 好 啊 現在來 南方叫做政中天王 叫做皮羅力 好 領建塔布 和佩戀 兩種的鬼神 這叫做半鬼半生 保護南西補酒的這個人 這南西補酒 就是我們地球 地球上的這個人 了解齁 那麼第三 世風公目天王 叫做皮羅補叉 領建塔布和負擔奈 好 啊 跟佩戀 和負擔奈 和負擔奈 這樣 了解齁 但是北方叫做德門天王 好 叫做皮薩門 這個皮薩門 就是什麼呢 就像那個風神本裡面 風神本裡面 有些離路車 離路車就是皮薩天王的車 了解齁 他們裡面那個風神本裡面 所說的那個 就是那個三太主嘛 齁 那個就是一隻隻 那個就是皮薩天王的小孩 所以路車是半身半鬼 齁 齁 還保護北府路酒的人 這樣 我們知道齁 這個就大概這樣跟我們說一下 但是我現在又說一個補充 齁 這個 建塔布 頭前 說的這個東風鐵國天王 這個建塔布就是一個 這隻 岳神 現在記得 不是瓜神 是岳神 齁 你們現在用得好 齁 齁 現在這個資料齁 這個 又是皮薩天王 齁 就是那個 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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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 蓋 天 樊 蓋 蓋 蓋 家 蓋 杜浩天 帳 蓋 鍋 蓋 蓋 Hu 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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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已經不對,要讓他快點失望 就散去到這個身體,整身體 現在再來,南風靜東天龍這個俱羅力 這個... 散去到這個領九潘土,這個叫做什麼?叫做米粿 這個叫做鹽粿到米粿,我們以前有說過 鹽有嗎?那個芒粿,芒粿,米粿那種 那個米粿就差不多熟到那裡,毛細瓦那裡 我們知道嗎? 他現在這些東西都一貫的,這些幾粒都一貫的 所以這個蘇電王的俱羅都要鬼神 都這麼多錢 現在來 第三 這個叫西方公睦天龍,這個皮、路、撲插 跟那些浪長和負丹那 這個是熟地那個西方公睦皮 這個叫做什麼?叫做草鵝鬼 草鵝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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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叫做草鵝鬼 那個是個保護 那個叫西方公睦皮 這個道文天龍 北方道文天龍,這個皮、撒門 那個領雅切 那個雅切叫做結一鬼 結就是明結,結就是快速 跟羅鵝鬼 那跟羅鵝鬼就說,博鵝的四人鬼 羅鵝 羅鵝就是博鵝的四人鬼 這個保護北府羅秋 要注意看 但是這個蘇電王 每一個天王 都總有九十一個女孩 九十一個女孩 這個女孩有大威力 這個保護 保護 保護 應該保護的世界 譬如說 東風 這個 譬如說 這個東風四國天龍 他不知道要保護 當性新酒 就是 他有九十一個女孩 當作保護 當性新酒 但是他不但有九十一個女孩 還要領到二十八步的鬼神 在鬼神裡面 每一步 每一步 有八個將軍 都總有三十二將 三十二將 所以他們 保護什麼呢 保護 我現在注意到 蘇王國有九十一女孩 每一個女孩 每一個女孩都九十一女孩 以前都大威力 有二十八步 幾神 都總有八幾將軍 共三十二將 這保護什麼呢 這保護這個山河 台北 心臨土地 這樣 就是這保護這個山 保護這個山 保護這個山 保護這個河流 所以一切鬼王 都像 鬼神都屬蘇王所看的 我們 我們了解 我們這個山河台 比如說 我們這個大眾 大眾 大眾 有說工神 好神 好嗎 這都是蘇王的關係 那麼這個蘇王 這個蘇台天皇 不但擦人間的山王 病情會保護受傷人 出家在家 這個優保食優保餘 但是呢 如果BQ有寂性 BQ女有寂性 不過她的動力微弱 受到這個魔 或是完全借助 跟她困咬 自然有在出現 不但在出現 有威德將軍 有哪會出現 這個威德菩薩 有哪會出現 出現 還有三十二重 來保護 那如果是如何呢 BQBQ年 你就受傷 沒什麼正常 她就離開了 離開了 離開了 你就在美容 受到完全借助 就離開了 了解 我講BQBG女 有寂性到有寂性 你本來你就這樣 受傷好好 忽然間心理變化 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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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破壞了 現在在這個 那個蘇天皇 離開 他的佈殊離開 還跟威德將軍 對威德菩薩 他這個 還跟威德菩薩 都離開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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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威德菩薩 他還沒有任何 補修 現在如果離開 我們在 郵寶社 跟郵寶他 就要去現場了 要去現場 就產生很不幸的事情 這樣 所以要注意 人家 都在佛島的面前 發了一個 提案 說要保護三保抵主 正身的三保抵主 這我過去就跟你們說過了 這個就是由這個蘇天皇 所領得這麼貴身 兩種 所以不夠說天皇 佈保護 這樣保護 這個就是蘇天皇所關閉 靈 怎麼是由蘇天皇關閉 所以這裡有一個 你們看 才有零最負負擔 這個部分 我是沒有看到翻譯 這個是這樣說的 那麼來 再注意看 這個一百五十三個 這個蘇天皇天基里地球 剛才十六萬八千里 我們知道 這個是在說 阿譚大金也會面 我們有說過 這個比如說有二十八保 貴身 受統領 蘇天皇 國有九十一項 還有八將軍 天人的心管 是八十年 了解 我們跟一個五秋瓜 現在一般都五秋瓜 但是蘇天皇天的天人有八十年 受命五百歲 受命五百歲 因為這個世界 人間五十年 就是初天一項 定義我們人間 經過五十年 蘇天皇天 有十年 有十年 我們了解 你們注意看 那麼這個就是 以人間的年度計算 他們的生命 蘇天皇的這個生命 下我們人間 九百萬年 你讓我們統計看 就知道 譬如說五十年 五十年 一十年 你如果一年 一月 我們就統計 然後我們算 一月 十二月 一年 我們算 一月 我們算 你當時 英文算 你看看 我們在下面 我算 人間九百年 那了解 但是 初天 就說 素天皇天 天人 有哪有計算 聽到沒有 有哪有 人有這個 人有 和我們人間 受傷的 人有 素天皇天 跟天人 有哪有 福福 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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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 邀請 他 不是一定 每一個人都五百年 有的 伴奏就死了 了解 譬如說 我們這裡有的 受命很長 有的受命很低 受傷 有哪有發生阿修 發生阿修就 起在那裡 這我們剛才說過 所以 天人的福福 在人家 受傷 十千萬元 但是 最重 所以 最主要 解釋 跟 試採 不過 他們 譬如說 我們人間 裡面有這個 材質 他就有哪有去 解釋 有去試採 有去奉行 有去做 有去求生 這樣 他說 他不在於人間 有去做 不過 他和母親 他這個 音樂不斷 他沒有為貴 沒有為貴 他沒有分過程 他不在於 他就叫做 切音 主要的 很強 所以他死了 還要專性 樹田農圈了 這樣 好 在旁邊 因為 那個樹田農 那裡有狗 狗就是 那裡有狗就是 有狗就是 有牧生阿 你知道嗎 牧生很高 那隻狗 你知道嗎 我們知道嗎 有狗就是 補生二十七個 這個 不知道 南非 對生二十七個 那有狗狗生 那也有狗狗生 那也有狗狗生 現在我們再來說 頭二天 現在叫做 浴街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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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文 它翻譯 叫做三十三天 不可以叫做 站 不可以說 三十三站天 因為三十三站天 就變成這樣 我們知道嗎 因為這個三十三天 就是平面積 平面積 就是在什麼呢 在這個 宿命山頂 叫做第幾天 了解 太陽還照得到 所以我們平常是 就說三十三天 這個就是世界 分佈 分佈中有 東平八天 南平八天 西平八天 還有北平八天 但是中文 六十六十三天 叫做 對四天 對四天 另外一個名字 叫做 仙健相 另外一個名字 叫做仙健相 你知道嗎 這個三十三天 都總有天主 但是這個仙健相 我現在再跟著日子 才分析一下 對四天 就大的 所在 對四天主 中有五百的 黨 仙健相 五百的黨 你如果要看,我告訴你,你回去看那個 看那個什麼?看那個魏莫結婚裡面的第二片 第二片有分析就知道 魏莫結婚裡面 那麼有五百的問 中間都有勞告 那個勞告的名稱叫做批仙言 但是呢,五百的問中間有十百 每一個問有百的座 譬如說公座的座那個座 這個座的座 那麼裡面,每一個座裡面 有十萬七千棟 就是上面一萬七千的棟間 我現在再說批仙言 但是每一個棟間有七的天路 再來,天路就是座的座的座的座 我跟你說,座跟座是不一樣的 座 天路都是座的座的座的座 但是誰來的座 我們知道嗎?誰來的座 你現在可以再說每棟 一萬七百棟的座 中間 一百空一座裡面 總共有一萬七百棟 每棟裡面有七天路 總共是座的座的座 那你就把它通過 看它的座有多少? 洪座啦 譬如說我們這裡以前的座 三十六公、七十二公 這位的座的座 它就是總共有這麼多天路 你把它用一萬空七 七十四十九、七十七 這樣多少? 剛才七萬過 七十四十九 七萬四千七百的天路 七百的王妃這樣 這樣把它通過看看 但是現在看 誰來的座 就是說這個 帝式天的這個 神簡堤來裡 天人可以隨福分 隨福分 更本那個房間給人 就是說這個房間大有小 知道嗎? 那個就是什麼? 國民主帖 我們聽到嗎? 那是政府去的 政府去平面給他的 但是那個福佈去到那裡 主人就分發一間這個。 那個就是合分分發當事。 看他一個人就是合分多少, 還分幾間,還是大間、小間這樣。 但是天人雖然, 他們就應該想念。 譬如說想要吃,念吃,吃就有。 想要穿衣服就有了。 念是失陷, 還好藥,本來有錯有藥。 大家知道嗎? 每一個天人, 他想要吃那個家的佛, 出現在面前。 不過那個東西, 有的比較好吃, 有的比較精細, 有的比較壞吃, 有的比較粗辣。 因為他們的合分不一樣。 所得的不太會受傷。 但是現在, 我再跟主要講一下, 這個三十三天的天主的宮。 三十三天天主的宮, 有哪有九十有孫段? 譬如說這個, 不是當佩天、塞佩天、南佩天。 這個中間, 英國人的這個所分發的, 三十三天的宮, 公眾, 他這天這天這樣, 他的環圍都九十有孫了。 每一天都九十有孫。 但是我現在看到不到, 我們有說到這個仙見神。 這個仙見神, 我現在再來分析一個, 比較好說一下。 這個仙見神裡面的我, 仙見神我有數萬。 這個數萬, 一個叫做中基萬, 一個叫做中基萬。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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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有數萬。 仙見神要三萬。 因為這個仙見神就是這個, 這個第四天主大。 這個三萬, 有數萬。 這個數萬就是什麼呢? 中基萬就是第四天主, 他要向我去出頭。 這個中基萬自然有這個補車出現了。 那個叫做基萬。 那麼第二, 這個初五萬, 就怎麼說? 譬如說, 天人和阿修羅修前。 這個初五萬的這個兵器自然出現了。 因為天人和阿修羅修前, 不是在那邊緣。 這是真的, 我們沒看到而已。 天空中, 不是在那邊緣。 我們知道齁。 那麼這個十年萬是什麼呢? 十年萬, 另一個名字叫做十年萬。 十年萬就是什麼? 將來的財路, 和天人幾十九的所在。 天人和十九的所在, 就像我們這個人間來的那個紀錄佛。 天空中, 天空中, 天空中不乾淨。 我們了解齁, 那個這個十年萬。 這樣。 我們知道, 是有天空五浴之地這樣。 齁。 那麼這個飛臨萬就是天空, 一天空中, 一天空中, 樱佛之地。 都在那邊緣萬的。 這樣。 了解齁。 這個啊, 那個是一個賣點啦。 那個是一個賣點啦。 所以, 勇敢齁。 雖然好齁。 算是, 我們有點亂七八糟。 我們聽到嗎? 我們人間亂七八糟 那麼這裏面有怎麼亂七八糟 到這個地方有怎麼亂七八糟 我們了解嗎 我們現在知道嗎 來 我現在再分析一下 那個初天的福佈 就是土日天宮福佈 就是近久十阿含經宮 我現在告訴你一下 他為心會去土日天宮 就是在世的中間有保持三戶 保持物質、保持美女 還是說在福西裡面 保持這個香 我們知道嗎 跟報告不殺生不得逃 不談情趣不害 看到出家人願意去聽政法 譬如說人家發財他就要去聽 跟一生修百萬齋 一生修百萬齋 我們能夠去到土日天宮 就是說分析不改理想 如果改理想是對臺灣天宮 因為你自然沒有非法 沒有非法定 你就不能去受法官的社會 過程會不會出家 但是你沒有跟分析無關的人 分析無關的人 分析無關就對臺灣天宮 分析無關到土日天宮 我跟你們說那些秤泊 秤泊就從那裡起來 從那裡起來 比較去聽審理的風景 所以不可 這個天宮 那種民用不太重量 有點憔悴 那種人 天宮因為福寶不太好 所以有哪有無威敵的 公民有哪有很微重的 因為天宮應該有更 不過這種人公民微重 公民微重 然後又憔悴 讓天宮看不去 你知道嗎 那天宮有的比較重量 看著那個天宮 感覺這樣 嗯 一個比較像的 在那邊看 本來沒有大家都重量 讓天宮看不去 不受天宮的環境 因為那個十林圓裡面 那個天宮的十九 他就不接受了 聽到沒有 甚至受其他天宮的心事 譬如說你今天有頭前 在講得了 但是你沒有改正 這樣當然 你可以去那裡 去那裡 但是你福寶就不一樣 但是 這 在 憔悴的在天宮 如果阿修羅 有現場 很多都去阿修羅台詩 他們阿修羅很強 很多去阿修羅台詩 之後 改行千步的人 就有這種不幸 來了 我跟你說 但是 這個 還有 今天 李地球 差不多33萬里 33萬6千里 天人的心館 都一百倍 一百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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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生命一千年 生命一千年 好 我們人間都一百 他們的生命一千年 我們人間一百年 這個世界都一百年 那他人間的二度計算 他們的生命合人間都三千六百萬年了 這樣 但是 我們有中修要件 他們不能吃到一千年 中途就死去 所以 逃離天的天人歌舞 我們是在我們人道裡面 受十千項 除了保持 使用這些問題 以外 他們一定要我們主動十千項 但是 我們對這個 切桌 和切桌 愛情方便放不下 在人間裡面 這個合一斤裡面 大多數都是基礎天 基礎起立的 跟人間的福報起立 收穫起立的 還有這個 愛用 但是這個 素天王天跟土里天 起立這兩種的天 人間桌裡面 素天王天這個是 在人間桌 愛用比較強 那麼 這個就是人間桌裡面 愛用比較補強 所以 修十千項 把專心脫離天 那樣 美樂孫 我們知道 好